有的人被人要顧倒 說BOT案的這一塊地 政府是賣給他們產商的 但希望向他們說明一下 覺得這樣賣掉就完全沒有 沒有我們表達一件的經歷 現在不是賣掉 我現在沒有賣掉 不是 BOT 擴作賣掉 來 好 這個問題 阿姨 這個委員會 阿姨 妳的大名 我就說跟他講沒有賣掉 阿姨 妳的大名 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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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案 這個地 我知道 這是政府為了我們社區的福利 來替我們做一些公共設施 一方面也是要管我們社區 那副局長說你BOT 什麼叫BOT 大家說有很多人 當然可以誤導 沒關係 我說明好不好 這個問題是一定要先說明 後面才走得下去 那我請故作來說明BOT 到底是不是叫BOT 謝謝 謝謝大家對這個問題的關心 謝謝孟阿姨 那麼 BOT案呢 其實就是廠商興建運轉了之後 我們給他一個年限 那這個年限是50年從新建到運轉 完成的是50年的時間 所以呢 運轉完成這50年的契約完成之後 他必須要把土地整個所有的建物 整個全部再歸回給政府 那麼歸回政府之後呢 呃 就是產 整個地上的產權還是 整個全部都是政府的 那整個要出去的 整個BOT案要出去的整個 呃 程序呢 那麼要怎麼做 呃 要做哪些用途 才有可能 呃 有人願意來經營 願意來興建 因為 整個土地上面 所有的建物 通通都是廠商 必須要把它建好 那麼要做什麼用途 政府都有規範 那譬如說 社會福利這邊的用途 那麼 我們社會局就 規範得很清楚 呃 什麼東西要有多少的量 什麼東西要有多少的空間 那麼他要蓋到多少給我們 那每一個建築物 他必須要投資多少 最低的投資的價格的錢 必須要投資多少 那整個 呃 這個是他必須要按照這些規範 建好了之後 那麼按照我們要求的規範去經營 那像這個案呢 裡頭 那麼我們所要求的就是 大概約44%左右 是社會福利的用途 那大約百分之 呃 大概有一 呃 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是商業的用途 百分之二十四左右 是公園 好 各位都知道 那還有百分之五左右 是道路 那 呃 這個整個商業設施那裡 那 市政府就沒有規範他 因為那個是廠商 他 他因為這裡整個基地的投資 預估 目前是預估 是要投資九十一億 齁 就是他把整個全部蓋好 包括把工研蓋好 把社會福利設施蓋好 那麼 所以商業設施那裡的規範完全就有 尊重廠商的整個決定 那社會福利設施這邊的規範就是 政府 啊 也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討論 一兩年時間不斷的開會討論 才把這些設施定下來 所以每一種設施到底要做什麼功能 要有多少的位置 要安 要服務多少人 都在這個規範底下 那麼 將來 呃 蓋好了之後 將來是在 呃 社會福利裡頭呢 就有一棟是社區的住財 加上社會 啊 幾個服務中心 包括有 呃 兒童少年的服務中心 有婦女的服務中心 有屈民活動中心 有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啊 有身心障礙的社區資源中心 都在這裡 所以這個地方 將來這些中心都是 啊 直接也都可以 啊 歡迎我們市民來使用 好 我補充一下齁 很簡單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 BOD 進入出動 政府出土地 齁 那 那所謂的企業 他們出資金來幹 來整地來幹 那這當中 有一個規範 什麼東西 社會福利比例多少 地方回饋多少 什麼什麼建設 什麼設施 比例多少要回饋的地方 啊 有多少他們可以 可以做為營收的部分 再者 獨立出他們期限是50年 50年後 地上目 地上所有的設施 包括土地都揮黃給政府 所有權 給政府 但這50年當中 每年還是可以收所謂的出資 或是營業的利潤 這個部分跟大家說明 所以這塊土地沒有賣 他所有權 還是 台北市政府 地上權設定50年 是給企業出錢的90幾億的公司 來做一個經營管理 以上這就是DOU 好 下一個問題 住在那個 福德街邦私下 我在福德街217要開要題 我覺得這個案子 最大的關鍵 大家會產生個問題 就是說 原來大家不知道 這個要蓋33層的大飯店 這是關鍵 為什麼 33層的大飯店 蓋起來是全台灣最高的大飯店 可能也是環間最多的飯店 台北市有幾多 大飯店有33層 這蓋下來以後 住誰 一定是住陸客 陸客從他哪裡來 松山機場下飛機 到這邊來 所以一條邊 拜託叫做陸客 所以 這個問題 他怎麼來 坐遊覽車來 要不然他怎麼 坐公車來吧 捷運也還沒好 所以坐遊覽車來 遊覽車如果這樣坐下來 一天大概 隨便拆了 約好一百 七百顆次的遊覽車 所以大道路 兩邊遊覽車的 腰來腰去 震動更厲害 你就都要滾了 那個樹 什麼環保 那個樹 還要換 噗噗噗噗 要去都出來 所以我根本知道 就是原來 各位有些人發動什麼 游覽車停車會十幾個要取消 那是大錯 現在是大錯 應該現在要改過來 是地下停車場 應該怎麼要一層通通是游覽車 這個問題才會徹底解決 要車來都進去 大家也看過那個 台北轉運站 現在四湖轉運站 你看他有多少車啊 不管都進去 開車去回頭 不然你怎麼這麼大道路就那麼窄 湖德街也那麼窄 還有林口街也窄 車子怎麼掉 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我是覺得 停管處啊 這個要規劃 因為那個 浴城公園那個停車場已經好了 沒有遊覽車停車場 洪大哥你的意見 你這邊寫得很清楚 對就是要 遊覽車停車場 地下 一層要遊覽車停車場 地下一層 對 地下一層 我看一看 居民的停車位就會壓軸 現在其實 大家居民的停車位 遇到公園 小客車會比較少 好 那這部分我一樣 因為你停車 遊覽車的停車位 你還可以停小客 小客車啊 你可以規劃兩個位置 萬一沒有那麼多遊覽車的時候 還可以停小客車 好 小客車你就不能停遊覽車了 你就吵 好 還有將來那個客運車公路未來 那位突搖 準備長龍客運 阿羅哈 那位移樓 那位移樓 一人移樓 要去台中啊 墾丁啊 游浪車要坐 要走 長途的 其實我跟 我跟洪大哥 你報告一下好了 遊覽車其實是 瞬間上下 那停車位 他不可能有一點停在那個地方 他會暫停啊 今天我講完 齁 如果要施辦兩個鐘頭 三個鐘頭 離我們這邊很近的A25 是遊覽車停車區 就是在 松山公楼的地方 松山公楼的游覽車停車區 那個現在是目前 我們新計畫區裡面 最大最大 好像是2500多米的 一個游覽車停車廠 我在這裡看 那這當中 他們那個 還是溫宿民屋 你的音線我幫你問你 請進去 你那再來 不是還在家 你那快點被騎 我告訴你 你告訴你 照你這樣說 台北市政府 叫人說 新一計畫區的游覽車 停到哪裡你知道嗎 停到公路園區 所以他們 新一計畫區的 過道車位 那種什麼 我以前就叫做 新一計畫區的 最靠近我們福德街 這個地方的停車位 那邊有大型的游覽車停車廠 如果說要停車的話 我也在那邊 那我們這邊如果說 十個位置 他輪流上架其實是很快的 那你的意見 我一定要幫你 我也是跟你說 我是跟你說 我是跟你說 我知道的 沒問題 來下一位